中东局势我们再一次看到以色列真的好凶 你放眼全世界大概只有他的斩首行动是连环斩斩斩 现在我们看到首度曝光的2000磅的钻地空袭的第一视角 这一次的行动斩杀了珍珠党领袖纳斯拉勒本人 还有他的继任者 还有继任者继任者通杀 更狠的是地面战 以色列的地面部队正在黎巴嫩境内倾角 针对珍珠党可能藏匿的地道 统统用水泥把它封死 要把地道变成万人种吗 背后渗透的最大幕后的扮演的角色 居然是以色列18年磨一剑的9900神秘部队 那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啊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讲一句话 我们的世界怎么了 怎么了 四大爆点 中东越来越可怕 俄乌越来越可怕 南北韩 北韩在今天 北韩正式通知美国 是 他从来不通知美国的 他要干大事了吗 第一个 我跟南韩之间的铁公路 全部封锁中断 是 第二个 边境的要塞 我全部要强化加固 开战前的讯号吗 对 现在一个最新最重要的发展 曾祖党求和了 这不可思议的事情 曾祖党以前有一个说法 一年前就讲了 加萨不停火 我们不停火 是 结果现在曾祖党讲了一个新的讲法 不用跟加萨停火 绑在一起 单独谈停火谈办 他被外界形容是伊朗团伙当中最硬的那个拳头 为什么转变了 好 为什么 第一个 他跟加萨绑在一起 现在他跟加萨脱钩了 第二个 以色列现在要打伊朗了 他跟伊朗等于也脱钩了 你打伊朗好了 我单独跟你求和 为什么要求和 因为以色列太恐怖 太不可思议了 我告诉各位 这个是曾祖党的首脑 长期的首脑 是 他担任曾祖党首脑25年 对 曾祖党的年代 他叫做这个纳斯拉勒 结果9月25号被以色列炸死 是 以色列早了他25年 居然现在9月25号把他炸死 对 好 他的接班人叫雅丁 10月4号 以色列把他炸死 是 雅丁的接班人 新的领袖叫做萨纳丁 是 是 纳斯拉勒的表弟 对 对不起 现在又被炸死 哪有这种斩首 就是我刚刚讲的 斩首的领袖本尊 他的继任者 继任者的继任者 通杀 告诉你 这绝对真的 为什么 纳坛雅胡出来开国际记者会 他说什么 说 杀 杀 杀 为了弥补 政组长领袖的空缺 他们就开一个会议 对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了吗 没人愿意当 开了12个小时 选不出来 谁上去 谁就是下一个要被杀的 最重要这个人 这个人叫赛义德 他本来机会是最高的 大家都推选他 对 你知道他说什么 No 我不当 为什么不当 担心妻子的安危 我告诉各位 赛义德后来开了12个小时 憋不住了 是 他有去上个厕所 他去上厕所 对 上完厕所一回来 一看 投票结束 他当选领导人 他被选出来了 他后回去上这个厕所 好可怕 他不要当 现在没有人要当了 好 为什么以色列县攻的这么厉害 以色列现在 第一个 全面的空投 四个师 四面 七线作战 已经地面部队已经进去了 是 各位 他厉害就是因为 他现在的这个 GPS定位的碉堡克星 导引大人太厉害了 一打下去 你知道几公尺 几公尺 二十公尺的大洞 很准 二十公尺的大洞 你不可思议的 老师你刚刚提到的一个关键字 就是地面部队已经翻山越岭 直接在尼巴嫩 展开地面作战 他们在那边 进行怎么样的战斗呢 以色列就是三个字 沙无射 我刚刚讲了 他空袭 用碉堡克星 你藏在地下 我全部把你炸掉 然后我地面部队进去 你藏在地道里面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用玉瓣水泥车来 我根本不去打你 你拿水泥车来干嘛 我就把你的入口 全部用玉瓣水泥车封死 一个一个封死 我就再让你在地道里面 等死 就地震亡 你把它变成万人种了 对 所有地道 全部我不清理 不扫荡 不去打击 好狠哦 我就玉瓣水泥车 一辆一辆开进去 全部就把你封死 封死 封死 我看你在躲到地道里面 那我问你 地道是极其神秘 而且难以捉摸的 以色列怎么可以这么转转到 这边有地属 那里有地属呢 好 这就是我要告诉各位 以色列真的全世界 我认为最厉害的国家 情报最厉害 好 大家知道 纳斯纳斯已经当了 郑主党25年领袖 对 以色列多次要杀他 其中有三次 从2006年开始 杀三次 第一次 砍 炸下去 情报错误 他不在那地方 第二次 第三次 情报是正确的 他躲到20公尺 他很深啊 炸弹只炸了15公尺 对 没把他炸死 好 这一次 为什么把他炸死 我告诉各位 大家一定以为是摩萨德 对不对 错 摩萨德是做间谍活动的 现在 以色列有一个多厉害部队 他叫做巴尔洞洞部队 巴尔洞洞部队 是首于国防部情报局 下面有个更厉害小队 叫9900 9900我跟他 我认为全世界最厉害 他们做战场描绘 整个战场描绘 他怎么做呢 我跟你讲 第一个 无人机卫星长期 在黎巴顿 郑主党上面 啪一直欢迎 然后用AI大数据 去做统计 对 就把你的部署 人员多 人员少 什么地方有火箭 描绘得清清楚楚 这第一步 是 第二步 我告诉你 然后 他开始 渗透 渗透 听清楚 渗透进了 所有 好 你 徐俊相 我为了被窃听 我不用手机 是 你的太太 你的孩子 你的朋友 手机 电脑 甚至电视遥控器 全部 都被害进去了 我本质上 我还是监控着你了 那你只要一联络 你通通知道 还有一个 连你家里面 电视遥控器 你都没想到 会被害进去 好可怕 为什么 电视遥控器一开 再看 东盛右右台 就知道是你 小孩在看 所以曾主党 自以为躲在地道没事 你在摩萨德 在9100小队的眼皮子底下 根本是储门的世界 当然当你在看 这个五七报新闻 我就知道 是你本人在看 或者是你家的谁在看 对 好 第二个 他用这两个 已经把你行踪到还没完 第三个 他用18年的时间 开始把人 他的人 全部散透进去 因为人好不好散 好散 2012年 叙利亚爆发内战 对 曾主党辞员他 大举招募新人 是 他新人里面 一堆 你说是以色列人混进去 当他们的 哎呦 这些人全部混进去 当曾主党的新兵 18年来 他把他部队 谁是领导人 谁是干什么 驻扎在哪里 整个战场地图 摸得清清楚楚 第四个 曾主党真是想不到 曾主党有一个 就是他的干部 或者领导人 走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有一个 盛大的庆祝 盛大军 一定有个烈士海报 注意看 有烈士海报 看到没有 好 棺木上 一定有个烈士海报 好 烈士海报会注明 这个人是在哪里 被炸死的 是 这个人是属于 什么部队的 但是什么职务的 彰显他的一个过往 以色列知道 这个人是什么部队的 什么旅的旅长 对 他在哪里 被炸死 那个旅就在那个位置 旅布连就在那个位置 自曝你的基地位置 他干嘛不知道 他用了18年时间 把这些 所有的烈士海报 是 全部收集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这个部队 驻扎的地方 谁在什么地方 我告诉你 早就摸得清清楚楚 所以这一次 他要去把 他的领导人 为什么这么准 棒一个炸死 棒一个炸死 棒全世界没有这么厉害 我告诉你 他花了25年时间 努力地渗透 收集情报 全部收集得好好 用于一旦 所以你看 以色列多厉害 他用了多少精神 去做这些事情 老师你刚刚提到了 今天如果他给花18年磨一剑 杀到真主党 现在投降了 180度 我不占了 我们来和谈吧 可是你刚刚又埋了一个梗 你说更恐怖的是 伊朗跟以色列 终须一战 以色列跟郑主党 虽然杀得 这个雪光四射 但真正中东战争的关键 以一 会不会 终须一战 我认为 终须一战 我跟大家讲个例子 现在这个时间 伊朗 以色列国防部长 应该在什么地方 在以色列啊 在华盛顿 约好了 他今天要跟美国国防部长 在华盛顿会谈 所以他现在在美国 对不起 不在 他出发前一个小时 一个电报 打去华盛顿 不来了 延迟 我现在不来 我延迟来 什么理由留住他了呢 因为他知道美国要劝他 他不能给承诺 他不要去 那美国要给他 取下什么承诺 华盛顿邮报说了 华盛顿邮报说 美方向以色列承诺 第一个 你不打特定目标 什么叫特定目标 核设施 油田 这两个你不要打 核设施 油田 你不打 我就给你补偿 什么补偿呢 全面的外交保护 武器援助 就是你只要不打他的核设施 以色列国防部长不敢去 去的话 你逼我牵这个 我就不知道 所以各位 他居然临时延迟去 非常非常可怕 现在传出来 以色列决定摧毁 伊朗十个城市 但是目前传出消息是 他不打核设施 他不打油田 他打两样东西 一个是跟太空有关的设施 太空基地 太空发射中心 太空发射台 第二个 飞弹基地 如果他只打这两个 这个中东战火 还不会一下爆发 你说的是如果 但接下来 马老师要带我们来看 是非以所思 美国要拉住以色列拳脚 不能打核设施 怪了 说不能打 为什么伊朗的核设施 周边发生了诡异的地震 而这个地震是自然形成的地震 还是地体核爆呢 各位观众 现在出现一个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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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变化 10月5号的晚上 居然在伊朗 萨姆南省发生了一个4.6级的地震 马老师 地震有什么 伊朗本来就在断层区 发生6.7级 这个地震有三个不寻常 第一个 没有侦测到压缩波 地震一定要压缩波的 为什么没有压缩波 第二个 它在伊朗最大的沙漠中心 为什么会在沙漠中心有地震 第三个 只有这一个主震 没有余震 没有余震 你看这个波形 后面干干净净的 没有什么余震 好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怀疑 这是一次 在地底十公里的核弹事报 真的假的 那这核弹事报 为什么在这时候事报 就是让美国跟以色列知道 我伊朗已经做出核弹了 不要逼我 我已经有核弹了 我已经做成功核事报了 你逼我 打得我太凶 我告诉你 伊朗已经是核弹拥有国了 以色列有没有核弹 没有啊 以色列有啊 以色列有核弹 当然有核弹 而且世界估计以色列有八十枚核弹 但是大家都不讲 你伊朗现在用核弹来威胁我 会不会我直接先下手为强呢 要看美国提供的保护到什么程度 以一会不会大战 全世界都在问这个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 一一若发生大战 会不会引发世界大战 各位观众 明天国庆 四大火药库会不会引爆 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2024这一年 几乎可以确定是台湾拼观光的一个 冰封之年啊 我们发现全球其他国家 人家观光业都已经恢复到 一千百分之六的水准 换句话说 跟疫情爆发之前相去无几了 而我们呢 台湾今年定出打折之后的 千万人次观光目标 几乎可以确定跳票了 报警的时候观众 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的观光 就是一个产子 不要说国旅产 连国外客要来台湾的数字 也是产 但我们知道我们观光署 喊出说今年希望有 一千万人次来台观光 可是我们截至十月份的这个数字 将来多少大家猜一猜 只有六百万人次 你还差了四百万人 这差四百万人真的是还差蛮多 你根据一千万减掉六千 六百万还差四百万 所以我就问你 如果依照十个月过去了 现在拼到了这个所谓的六百万人次 从现在一直到年底 众国家最多给你七百万 七百万距离一千万 也还有三百万人次的差缺口 而且差很大 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我们从今年的三月开始 国外客来台观光人次 其实是递减的情况 三月份的时候还有八十一万 可是大家看到 从四月份开始 六十一万 五到七月呢 甚至只剩五十万 你更别说寒暑假 其实人数在一直在下滑当中 所以你说接下来 我们现在六百万的观光人次 能不能再往上提升 非常有限 甚至能提升到七百万 都已经算不错 可是你看台湾的数字 这么惨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整个国际上 观光人潮是回流 甚至回温的情况 世界 联合国的世界旅游组织就统计了 从今年一到七月 其实全球的国际旅游人数 来到了将近八亿人次 什么概念 这个人次的概念 就等于恢复到疫情前 将近九十六%的水准 将近一百了 换句话说 大家的生活都恢复了 如常的生活 该出来玩出来玩 该出去消费 也出去消费了 可是 为什么不来台湾呢 是 简单讲说 大家都会出去玩 大家都会出国玩 各国的世界各国都会出去玩 但是就是不会来台湾 现在讲法就这样子 可是台湾其实在 所有的这些评比上 其实还获得不错的成绩 这个数字有点奉势 你看台湾台北 在这个亚洲的友善城市批评 我们是拿第一名 看得出来台北市呢 对国际旅客 其实是蛮友善的 还打败了 包括像东京 曼谷啊 或是说 其他的韩国的那些城市 所以台北市的数字 算不错 可是问题是 我们的英文评比能力 没有列入 这个会不会就是问题所在了 这个大家要好好解释一下 因为大家想说 国外客来台湾 其实基本上 大多是留在台北市 那如果到其他县市的时候 他们还曝出两大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交通问题 我到其他县市的时候 这个交通的 会不会像台北市这么方便 可能不见得这么方便 再来就是语言的问题 大家除了台北市之外 大家要想 如果我去其他中南部的县市 光是一个路标 哇 他英文翻译 一国多治 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自己台湾人 看那个路标的名字 英文翻译 都看不太懂 何况是外国人 他基本上就觉得看不懂 甚至我们到了很多观光夜市去 很多的摊商 其实也不太会讲英文 当然这不能怪他们 那需要政府 你要大力协助他们 他航班上面 至少有个中英文的辅助 对 所以我觉得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 应该多出点力来帮助我们的摊商 能够走出这样的困境 好 那王总我问你 现在已经来到了十月了 那十月再下去 我们几乎就是一季的时间 你要拼三百万的缺口 其实挑战还蛮大的 政府要怎么追悠闻呢 现在政府看起来 还是属于比较土法炼钢的方式 他用大撒币的方式 你看观光署就宣布 他说接下来我们要启动 一百个观光亮点活动 就是希望全台的二十二个县市 每个县市 各提一到三个观光亮点 你提出来之后 甚至我们要用补助的方式 来帮你宣传 帮你行销 可是大家想说 那你过去自己也不是 也是大概类似这样的做法 过去如果没有成效的话 你现在在做 会不会成效也是一样 擦山之石 别人怎么做 常常都讲好想赢韩国 拼光光我们来看韩国人怎么做 他跟Netflix结合 用国家的 用这样的一个资源的力量 把韩国美食跟旅游 透过极为巧妙的包装 让你看完之后脚底会很痒 你不去看 你会觉得对不起你自己 非常成功的一个模式 人家成功的样板给你看 难道我们连超都不会超吗 过去我们大家谈到台湾 不外乎大家想到台湾是个美食王国 但不好意思 现在美食王国这四个字要换人当 换谁当 换南韩哪一当 这个是知名旅游平台 Agoda他做出了调查 现在韩国的美食文化其实已经赢过台湾 因为他加上韩剧 韩众都整个大型推销 全世界都知道他的美食非常棒 所以像一举超过台湾 甚至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大家最近在Netflix上面 非常红的一部这个综艺节目 叫做什么 黑白大叔 哇这个韩国的这个黑白大叔 一推出之后 很多台湾朋友都在讨论 包括我身旁朋友 也很多人在看这个 这个实境节目 这个节目我必须 我直接跟大家讲 它是有点像料理竞赛节目 它分成两个组别对决 一个是白汤匙 白汤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 这些精英的厨师 包括拿过米其林的厨师 白宫御用的厨师 在韩国非常有名的厨师 都是在一个白汤匙的行列 那另外一组黑汤匙 黑汤匙的80位是来自来 韩国的这个民间庶民 这些平民 有些可能是外送员 有些是营养午餐的阿姨 甚至有些是看漫画来自学的 这些厨师 他要分成这样两组来对决的情况 光干的话题其实就蛮有趣的 而且不管你是来自于白的 来自于黑的 对决煮出来的 都是会让大家流口水的 韩国料理 韩国美食 是 它主要都是以韩国美食 为这个主题在打转 而且奖金非常高 奖金有三亿韩元 观众台并有七百多万 其实真的蛮不错 那黑汤匙大家会比较关注 因为很多黑汤匙的这些参赛者 其实默默无名 甚至在节目上 都是用代号来做昵称 他们有真实姓名 这个默默无名的厨师黑汤匙 煮完之后你想吃 你一定会去打听 它是哪里来的 哪一条街 哪个夜市 哪一个摊商来的 我一定会去Google 或在脸书上搜寻 这个是搜一下 这个到底是厨师哪里的 所以默默细细细 观众会自动自发去好奇 达成这样的效果 那其实里面节目 有非常多的细节 我跟大家讲一下 里面其实跟台湾也有关系 有一个中韩会写的厨师 叫做吕进来 这个厨师爆红 他怎么说 他在韩国被誉为是中式的料理之神 他爸爸是韩国的华侨 他等于在韩国也做了 当地韩国料理非常有名 那他上节目的时候 其实坦白讲 他也输了 他输的时候没关系 我上节目的时候 我是来提醒我的后辈 我希望能够发扬 韩国的美食 让全世界看到 光看这个胸肌就不得了 值得掌声 然后再来看 黑白大薯 除了参赛之外 评审也很重要 我们过去看台湾的综艺节目 评审不外乎都是一些 名厨师阿基斯或是詹姆斯 这些非常有名的厨师 但是你看韩国的综艺节目 他们请的厨师非常有根 甚至找来 韩国美食天王白种园 白种园他在韩国 非常两千三百多家的连锁店 他被誉为是韩国的美食天王 另外一个是韩国唯一一个 米其林三星主厨 安城寨 还担任评审 我们知道这两个人 其实他会在评审的视觉上 会形成非常大的落差 一个是我用大众的口味 这个白种园是我用大众的口味 那安城寨他是用比较精致的料理 那精致料理不是人人都吃得起吗 所以观看者还说 那在这两个这样冲击情况之下 会不会造成更有趣的话题 而且大家想 安城寨过去只是 鲜少出现在镜头前面 那为什么这次会答应要约 当然除了通告费是一回事之外 他主要说 我想要趁机来展示 韩国的美食文化 他说好 不能只有我好 我希望带动韩国的美食文化 跟着我一起光看这个胸襟 韩国美食 说真的你要推广到全世界去 还成问题吗 当然不成问题吧 所以你看节目当中 大家耳熟能想到 很多韩国的一些食材 包括泡菜 韩式牛肉 甚至海藻 干萝卜 甚至这些等等的 其实都会在节目里面穿插出现 不断地在输出 韩国的饮食文化出现 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非常非常的关键 就是当你看了这个影片之后 你又好奇 他从哪里来的 那个饮食我哪里吃得到 基于好奇 你就开始找找找 找到后来 从韩国餐厅的定位平台 他告诉你 他怎么样推动了韩国的美食 观光的旅游的 整个风一起被带上来了 我刚刚讲 其实在参加那节目 不管你有没有得奖 你有去参加 基本上很多人就在搜寻你的名字 所以你看 韩国的餐厅定位平台显示 只要参加者他的餐厅 他有开餐厅的 那个定量是暴增到148% 你今年十月份刚定位 你可能要排到年底去了 而且同时 刚刚有人跟开放上线 开放上线定位 结果同时间 六点五万人在抢定位 一分钟就秒杀了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很多人 当然也不只有韩国人在抢这位置 很多全球的观光客 都看这部片 希望能够抢当地的餐厅 甚至像台湾旅行团 也看到这个商机 我们组团 台湾旅行的时候 我们组团到韩国去看看 朝圣一下当地的餐厅 是长什么样子的 难怪没有人留在国旅 来 导播 回来看看 阿古塔的亚洲美食王国 我们也不要讲他人之计 南韩第一好棒棒 台湾也没在路口 我们第二年 所以我就问 人家成功的样板在那个地方 抄啊 我们连抄都不会抄啊 对啊 我们可以借进 过去韩国人在2019年 这个白总员 我刚刚提到 他2019年时候 就曾经来台做美食节目了嘛 他当时来台湾的时候 他自拍这个节目的时候 他不是去一般台北的一些大型餐厅 他是走到巷子里面 吃一些包括像肉粥啊 或是说鸡卷啊 或是一些面线等等 直接平民小食 哇 我光看来看他吃 我都饿了你知道吗 我大概下节目 一定要去吃一下 节饿的生液食堂 对 但是很多人 这个节目出来之后呢 很多人想说 我不知道台北 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对啊 对 这个是大家很纳闷的地方 那问题回来 我们台湾是不是缺乏 像这样子的行销方式 来非我们观光一把呢 这个是值得行事的一个地方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 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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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